2022最新科幻动作巨制铁血战士震撼来袭 故事发生在公元1700年 一辆飞速行驶的飞船飞入云端 一个庞然大物就此出现在一座山巅之上 而它正是本片中的最大反派铁血战士 画面一转 一只小老鼠正在悠闲地啃着包你 下一秒 然而就在巨蛇想要饱餐一顿的时候 它貌似是看到了什么东西一般 丢掉口中的老鼠立即进入作战状态 不过它还没摔过三秒就一命无辜 女主克鲁是科曼奇族的一员 他们生活在平原上 整天以打猎为生 克鲁母亲希望他能够做些女孩子该做的事 可是克鲁却野心勃勃 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证明自己 他也可以像哥哥贝塔一样英勇善战 这天他终于迎来了一个机会 一个族人在打猎十里其失踪 他们怀疑很有可能是狮子所为 于是善于追踪的克鲁便加入了巡人队伍 很快在克鲁的带领下 他们便找到了一息上存的族人 进行医治的时候克鲁却感到很奇怪 这伤痕明明是狮子所为 可是为什么他还能活命呢 随后克鲁断定 一定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下走了狮子 可是哥哥贝塔却管不了那么多 他是要带人取下狮头才肯罢休 克鲁眼见劝不过 只好跟随一同狩猎 可是还没走多远 克鲁就发现了一场 他定睛一看 这竟然是蛇的内脏 这太奇怪了 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剥掉蛇皮 然后取出内脏呢 他赶紧劝哥哥离开这里 哥哥却说就算是熊瞎子来了 他也不怕 无奈 克鲁只好留下来帮哥哥出谋划策 最终他们决定待在树上守住带土 然而就在哥哥下地方的时候 突然克鲁对面的族人 直接被什么东西拽了下去 原来是那头狮子 他瞬间跳上树干 克鲁被吓得连连后退 这时远处传来一声嘶吼 克鲁一个不注意就掉了下去 在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营内 而把他们搞得一场狼狈的狮子 已经被哥哥分成了两半 族人们纷纷赞叹对塔的勇猛 而他也得到了族长的认可 就此成为了一球之长 然而克鲁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知道森林中一定有比狮子可怕一百倍的怪物 他让哥哥陪他一起去一探究竟 可是哥哥的话却让他失望至极 你连一头狮子都对付不了 就更别说比他还可怕的怪物 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 可是第二天 克鲁却带上他的狗子前往了森林深处 他想要凭自己的力量将那个从未谋面的大怪物猎杀 以此来证明自己 与此同时 在一片广袤无垠的平边上 一头野狼正在猎杀一只兔 然而下一遍 野狼被这一勺子打得有点懵 不过很快他就看到了目标 紧接着就一口咬了上去 可是 是 野狼彻底怒了 然而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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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